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众讲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影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的经费来自于全民的支持 欢迎大家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在我们节目的说明栏的地方 就有我们相关的捐款的资讯 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了中正大学的罗世宏老师 来跟我们谈公事法的修法 原本我们只是要谈一集 但是这个法光是董事会的部分 就讨论不完 更何况这次的法 其实是有很多要再去修正的地方 而长期以来美改团体一直希望 能够建立公共广播集团 建立公广集团 那但是这一次的修法 其实只是小修法里面的小修法 都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 所以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继续谈公共电视法修法的问题 待会会请罗世宏老师先就国外 他们在公共电视董事的选认 他们实际的做法是什么而现有的这个法规当中 有什么问题在这一次文化部提出来的法案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我们待会会来请罗世宏老师来 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持续跟我们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 世宏老师你好 关老师你好 今天世宏老师再次接受我们的访问 上一个礼拜我们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实在是意犹未尽 这时间真的是有限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很多的讨论 再挪到这一周来继续的谈 那在上礼拜我们其实大体上来讲 去谈的这一次公共电视法修法 这个面向其实非常广 但是我们只有谈到了有关董事会组成的部分 简单的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董事会的组成 大概有三个重要的一个面向 一个就是把这个董事会的这个人数 从最高21人再回到原来的15人 再来就是董事会的这个提名的提名审查方式 从过去的有审查委员会的四分之三降为三分之二 再来第三个就是有关于公事董事长 就由行政院来直接从提名的时候 就已经指定说谁是董事长 然后再经过审查委员会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审查 那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稍微跟大家谈到了 在其他的国家他们的做法 他们的审查过程跟台湾的审查过程 相比之下你会发现 哇台湾看起来很严谨 可是其实看实际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宽松 甚至有一点点有权无责 而在其他国家看起来他的门槛相对比较低 可是从他的提名的过程当中 就经过一个独立的委员会 某种程度的公开透明 某种程度的专业审查 再交由政府来提名 政府他必须要负担他的政治责任 在经过国会各种不同 国家的形式的国会状况不同 那他们的同意的方式也有不同 但是总是会经过一个民意机关的审查审理 我们在上礼拜最后提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的公共电视的董事会 这么严格的审查 然后其实我们的公事法 对公共电视董事会赋予的权利 其实并不太多 它事实上也很难实质的去进行管理 所以这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哇 这个门槛很高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高度 社会共事的人进入董事会 给他最后可能变成是一个昂阿陶 变成是一个象征型的人物在里头 但是实际上面 他能不能发挥专业 或者是他跟公共电视实际的成员当中 他们怎么去相互合作 当然不是说董事会 你要去干预到他的专业团队的运作 而他基本的权利跟责任之间 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想要请教 吴老师 就是我们在上礼拜提到有些国家 他们事实上是有 所谓的有几职同事 也就是我们过去也曾经讨论过 所谓的常务董事 就是他是有几职 但是他同时要去负担更大的责任 那这个是有些国家这样子做的 那在这次的修法当中 其实比较看不到 有关于这些董事会 相关权责的这个讨论 这可能是国情的关系 其实其他国家的董事长 包括董事长 以及董事大部分都是叫做非执行董事 也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坚韧的性质 那董事长的话大概是会被要求说 每周至少要为比方说BBC工作三天 那事实上他还有别的事业或者是专业 他不是一个退休人士 或者是可以完全放掉他的本业 去当专任的公事董事长 不过台湾的制度当然就是说 台湾的董事长是专任的 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专业事业跟本业 那是专门就未来的这三年来 担任公事的董事长 这是制度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大概要改也不太容易 所以其实是可以维持 那不过就是说 其他国家的还有一些非执行董事 是每周为公共电视工作一天到两天的 这种可能用台湾的概念 可能叫常务董事 那就是他不是只有来开董事会 他其实是有协助平日的一些治理工作 比如说有财务专场的 或者有这个新媒体专场的等等 他就会去协助公事 一方面协助一方面监督 然后参与这个集体治理的这个工作 那台湾的话 所有的董事都是除了董事长之外 都是无级职 都是坚任 坚任对 那这个当然有一个 台湾是两千五两千的出席 对对 当然台湾的这个会有一个先天限制 其实董事长就会变成是 大家在会 就是说 虽然他们经过一样门槛的审查 通过董事 但是互选产生出来的董事长 其实选择很少 就是说可能从中选择 可能是最年高望重的 对不对 或者是已经退休了 他没有 反正他没有别的工作 没有别的专职工作 所以他可以来当董事长 那所以大学教授 就不能去当董事长 的时候同时担任大学教授 或者是说像这个 民间企业的这个 这个董事长 可能就不能去兼任 公司的董事长 这个其实在国外 这个是很普遍的 因为适合的人选 可能不见得 是能够去专任的 他不可能放掉三年 去当公司董事长 所以不过这个话说 台湾当然比较难 去推动这部分 所以暂时就讲到这边 那我想未来台湾的 目前的制度 如果维持由行政部门 行政院提名 由审查委员会来审查的话 这个制度如果维持的话 细部需要做一些调整 我会有以下几点 大概六点的建议 第一个呢 就是说在行政院提名之前 我们应该要去设置一个 由外部具有公信力 跟经验的人来担任 公开推荐 离选的委员会 然后接受各界的 推荐跟致建 然后在保障各资 跟隐私的情况底下 去做到最严谨的 包括资格审 跟实质审查 包括面谈之后 在从中挑选 合适担任董事长 以及董事的人选的名单 给文化部 然后由文化部去决定 最后的提名人选 你就是一开始 文化部去黑箱作业 或是随形计划 他觉得合适的人 对 至少是他能够扩大 这个参与圈 而且不会是由文化部 限于他们 或者是行政院 限于这种 有限的人际网络 去寻找他们认为 合适的人选 而是向全社会 可以再征求适当的人选 那所以可以自建 也可以推荐 然后经过这个 具有公信力的 外部审查委员会的 离选之后 向行政部门 推荐 合适的名单 然后行政部门 还可以再从中 去选择他们认为 最适当的人选 然后来公开的提名 那所以这个 临选委员会是第一个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设置 目前没有 第二个呢 是董事 董事会呢 可以去任命总经理 目前我们是这样的制度 那其实其他国家呢 是公事的总经理 也是董事会的董事 但是呢 他是不需要经过这个 其他董事跟董事长的 这个程序 他是在董事会产生之后 再由董事会去 去领选合适的总经理 那领选出来之后 他就自动具备 公事董事的身份 等于是一个董事总经理 这个概念 就有点像我们这一次 也增加了员工董事 对 就是由公事的公会 去选举产生员工董事 那这个员工董事 是不需要由行政院提名 也不需要由审查委员会 来审查的 他就自动成为当然的董事 所以未来我希望 在制度变革最小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增加员工董事 跟总经理 作为执行董事 在国外这个叫执行董事 他是专职的 他是专职 他的薪水比其他的董事要高很多 而且他负的责任很大 那 很好的地方就是 不会跟实际脱节 或者是原则之间 你担任董事 你也会知道你是董事 所以大家会跟董事会 可以了解这个公共电视 这个公司 这个组织是怎么运作的 那那个实际的过程 也会比较更细致一点 也就是说董事会的职权 就会变成上是兼具 治理跟管理的这个能力 那因为过去其实国外 也做了很多制度的变更 那这些变革 也做了很多调整 那其实就是要避免说 董事会太脱离实际状况 或者因为他们毕竟不可能 每一个人都了解媒体的专业 也不需要了解媒体的专业 所以需要有内部的人员来参与 我再多说一下 以BBC来讲的话 他14位董事里面 有4位事实上是 BBC内部的人产生的 就是由BBC的董事会 在女王任命之后 由这个董事会 自己去找这个执行董事 包括总经理 还有这个 像目前他的四位执行董事 包括总经理是当然的董事 另外还有包括 目前的话 是这个营运长 现任的营运长也是董事 还有现任的这个内容长 以及现任的新闻总监 也是董事 那他们就有 三分之一的比例 这个其实是非常 对 将近三分之一 对不到三分之一 这样就可以 让这个治理跟管理 其实融为一体 然后但是董事长跟董事呢 其实是随时可以解认 总经理或其他三位执行董事 如果认为不适任的话 那他就会 能够去重新找合适的执行董事 好 这个因为跟台湾的制度 差距比较远 我就不多说 那所以第三点呢 就是说我们目前行政院的这个修法 是会增加一名员工董事 如果修法通过的话 我乐见可以有这个员工董事 第四个修正呢 是说行政院在提名的时候 要指定董事长的人选 这不是直接官派 那指定人选 他还要经过审查 对 然后而且是更严格的审查 所以如果不适任的人选 反而不会稀里呼噜的通过之后 然后不小心就变成董事长 没有任何外部的这个监督 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而且这是全世界的一个主流的制度 那第五点的改革 我认为就是说 这次修法也是一样 就是说把这个同意 审查委员会的同意门槛 从四分之三降为三分之二 那这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门槛 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跟严谨度 所以也不会随便通过 特别是董事长如果事先就公告人选的话 他能够得到比较严格的检视 那但这个审查委员会 我会建议说审查委员会的 这个社会公正人士 应该要有一些客观标准 当然这个客观标准 是什么可以讨论 不过我个人认为 如果跟政党 本身是党职人员 或者是公职人员 可能就不见得合适 因为如果党职人员跟公职人员 也是社会公正人士的话 那全社会就没有不是公正人士的人了 然后第六个的话是 第六个建议是 董事长特别是董事长的部分 应该要进行辞职审查 在提名之后 应该审查委员会要有一个 寻达的这个过程 要有一个寻达的过程 而不是说在还没有看到人选 只看到书面资料的情况之下 匿名投票 不管是赞成或者是 或者是不赞成 外界其实不清楚 这个人为什么可以当董事长 或者这个人有哪些 有哪些能耐 或者是有些部分是被质疑之处 未来还要被检视 甚至他在被寻达的过程当中 他还会公开做一些承诺 他会做一些承诺 外界就可以去检视说 未来他在治理公共电视的时候 他有没有做到这些承诺 所以这个六点建议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这才能够让台湾能够产生一个 四格四任 然后有能力 然后反映多元性 而且能够对外界负责 能够跟社会各界沟通 代表全民的这个多元性 然后能够适当的去监督公共电视 提升公共电视的一个董事会 我想这其实仅止于在公共电视 董事会的一个选任的标准 当然这也是可能是一个公共电视 或者公网集团一个首脑 或者是这个脑要跟身体的各个部门 怎么去连接 特别是你刚刚谈到在英国的例子 有部分的这个董事 其实是由员工来担任 或者是员工经过一定的过程 他就在董事会里面 他是可以让治理这件事情是更能够贴近到食物上面 不过就像我刚刚谈到 他其实也只是一个公共电视董事会的法的修法 但是公共电视法还有很多很多的部分要去做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跟世宏讨论 这一次公共电视法修法还有哪些值得 我们要去关注的问题 特别是我们看到公共电视有很多的工作 他其实开始正式化 就是纳入到法规里头包括有关国际的或者是族群的 那但是经费上面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比较多呢 如果经费不够巧妇也难为无米之吹的说法 会不会也会在公共 民主生化的社会的进程 大家必须要去充分的意识到这一点 特别是在野党必须要坚定的去支持公共媒体 因为在野党的监督力度明显不够 那如果有一个好的公共媒体的话 他就能够让在野党跟整个全社会 对于执政党的监督能够做到更好 那执政党其实他也要把公共电视 看作是一个良性的监督力量 因为他作为一个良善跟负责任的媒体 他也不会是一个恶意的公结 那事实上现在的商业媒体可能就会有政党偏向 那甚至他会恶意的公结 或者是协助传播不实的讯息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反而有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性 然后受到社会信任 在野党也会支持跟肯定的一个媒体 其实是国家之福 他既不是执政党的也不是在野党的 他是这个台湾的公共资产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的经费来自于全民的支持 欢迎大家透过捐款 或是其他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我们的捐款的方式在我们节目的说明栏 不管你是在Tim Podcast 或是看YouTube 或者是看我们的脸书直播 在说明栏的地方都有我们捐款的方法 也请大家可以透过小额的捐款 或是定期定额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那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延续谈上礼拜 谈过的公共电视法修法的问题 而在上一段节目 我们大体上面已经把公共电视 董事会的部分做了一些梳理 我们花了两集一集半的时间 可是它其实还只是公共电视法修法的一小部分 我要再回过头来请教罗世宏老师相关的问题 世宏老师你好 我们上半部虽然谈了公共电视的修法问题 其实另外一个公共电视能不能够好好运作的关键 现在于经费 我自己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我就说台湾的公共电视沦为政府的打工载 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是因为我们看到政府的预算其实是有限的 在过去虽然每年经费是固定是9亿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包括客家电视的经费加起来等等 那可是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我发现 这些预算当中大概有将近一半左右 差不多一半左右的金额 那当然有时候是比较低有时候比较高 事实上是来自于政府的各式各样的专案 就是例如说可能是什么高画质电视 或者是什么前瞻计划 那这样看起来政府给了很多的钱 可是这个钱事实上是不稳定的 包括台育台的预算 但其实也只有几年的时间 未来的政府或是未来的这个国会 是不是会支持恐怕都是一个未定之秋 所以他常常会是在一种政府仿佛 好像给你了很多的钱 然后也交办了很多的任务给你 可是这个钱其实就好像我们在申请计划一样 我们在整个台湾都是如此 就是一个专案型的国家治理的方式 那这个公共电视法 把这一次把这个所谓的租权服务 或是国际服务也纳入到修法当中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在经费上面 这个经费应该要怎么处理 他才能够让他在一个稳定的经费 而且经费是一个独立的情况之下 来做好他的公共服务呢 经费的问题真的很重要 这些各国成功的公事 有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人事的独立心跟专业 而且具有多元代表性 另外呢就是公事法的保障之下 他的经费是充足而且稳定 台湾的公共电视的经费既不充足 也不能说不稳定 但是这个就是说 就他很稳定的稀少的经费 而且其实这个充足恐怕 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一半左右都是用专案 这个专案其实不只是经费不稳定 他甚至也可能是政府在引导 或甚至是在控制公共电视的运作 对 现在公共电视一年的这个常态预算 就每年一定会有的是9亿元 但是人事费事实上已经占了将近8亿元 所以真正能够用来制作节目 提升品质跟做更多的这种多元服务 创新服务的这个经费 确实是少得可怜 当然在实际上文化部是想方设法的去增加一些额外的特别预算给公共电视 像是前瞻预算 像是设法预算 或者是像高画质5G的一些计划 就是委托给公共电视 或者用补助的方式来增加公事的这个运作经费 那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因为首先就是它不稳定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那公共电视没有办法再建立在有时候这个有经费 这个关系就会变成当然我们的行政部门 特别是文化部是很节制 不过在这个标案的过程或者是委托的过程当中 难免仍然会有一些这种审查的这些程序 可能会影响公共电视的自主性跟独立性 我想是难免会有的 那比较好的做法当然就是要增加公共电视的经费 那这一次我们的公共电视的经费在过去呢 就是因为每年只有9亿 而且是不能超过9亿 因为公事法在定当年在定的时候是 一开始是给12亿 然后甚至条文上面有规定说逐年必须要递减 也就每年减10% 那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已经减到9亿了 那公共电视当时的公共电视的董事会发现说 再减下去的话公共电视就要喝西北风或关门大吉了 所以特别去拜会这个立法院的朝野政党 请他们能够去解除这个逐年递减的这个规定 那因此就固定在9亿 后来也就没有增加 这就变成是公共电视经费的上限 这一次行政院文化部的这个修法是把这个上限解除 也就是说以这个为下限 未来行政部门给公共电视经费不能低于前一年的这个常态预算 那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说每年不能少于9亿 而且每年要要增加至少要比前一年更增加 这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不过跟当年公共电视的规划来讲 其实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公共电视当年的规划是我们的公共电视至少是60亿的规模 每年60亿的规模 而且这是30年前的这个物价水准 所以其实我们的部长文化部长也承认说 其实公共电视需要的经费 每年比较理想的情况底下应该是60亿到100亿 对这是利用的文化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那其实世界各国的公司 英国BBCNHK我们就不要谈了 因为他们的经费真的是太多了 对那以我们邻国来比的 或规模比较相等的这些国家来比的话 其实我们也输人家很多 加拿大澳洲也是每年有几百亿台币的经费 那韩国也有每年几百亿的经费 那香港的这个RTHK 其实它是政府的这个电台 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 应该讲以前 对它的过去有一定的公共性 那它的只是一个广播电台 它的经费都比我们的所谓的公广人团要来得多 所以我们真的是少得可怜 那文化部长透过这一次的修法 他也承诺就是说 未来公司法修法 因为会包含国际传播的这个部分 所以现在的这个国际影音平台的这个经费 未来就会变成是公式常态经费的一部分 这个每年大概有16亿 再加上公共电视目前的9亿 客家电视台的3亿 然后有限广电基金提播的1亿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特别的预算 目前造编的这个部分 大概每年未来会有超过30亿 公式的预算 其实政府没有多花钱 只是过去列在不同的项目里面 但公式拿到的钱还是大概30亿 但是这个钱是常态经费的话 常态预算 就会比用标案的名义 或者补助的名义要来得好 而且其实应该入法保障 对 那理想上的话 如果他未来在这个法通过之后 他就编30亿的话 这个一定程度会有一点保障 因为公式法会规定说 不能低于前一年的这个常态预算 所以如果明年度我们编30亿 那后年大后年就不会少于30亿 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逐年增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乐见这样的一个发展 虽然我会认为行政部门应该要勇敢一点 比方说在这个通过这个公式法之后 就编60亿 回归到30年前的这个水准 那这样可能让公式在做各项服务 包括国际传播 新媒体服务 数位串流的服务 还有可能有一个全时段的新闻频道 还有包括广播服务 世界各国的公网集团都有广播服务 族群服务 这个都会是一个 在一个比较充足的经费底下去 把他们该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这其实就像刚刚罗老师提到 他其实在现有的预算上面 其实都已经编列 但是因为你用专案用补助 事实上不只是不稳定 同时也可能会造成 各式各样的操控的疑虑 那何不把这些钱根本就是很明确的 放到公司法里面 他还会经过立法院 或者是公共的监督 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运作的方式 当然不是说公共电视的经费 是不可以调整 有些国家他还会依照物照 依照这个物价指数 或者是会看到 透过一个所谓的社会评量的方式 来去参考社会对于公共电视的反应 来做预算的这样的一种各种不同的考量 但是最起码那个经费补足上面 经费稳定上面 经费入法上面 这是一个很基本要做的事情 当然这个也只是在经费的部分 其实从过去几年 十几年来公共电视法修法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 因为公广集团的成立 大家在讨论说 我们不应该只是放在一个公司法的规模 而是应该叫做公共广播电视法 要把华视或者是央广 或者其他的广播电台 电视台 甚至包括可能教育电台 都应该要纳到这样的一个法令里面 去做一个整体性的这种规范跟治理 所以也就出现所谓的大修法跟小修法的争议 或者是也不是争议 就是一种讨论 那当然在这次可以看到是小修法里头 可能是更小的一个修法 都已经有这么大的难度了 那更何况那个大修法可能是很大的困难 可是如果只是做小修法 那我们是不是永远都在这样一个规模底下 没有办法达到真正刚刚谈到一个公共广播 这个比较整体性的服务上头呢 您说的没错 就是真正的数位汇流时代的这个多元媒体服务 已经不局限在电视 也不局限在广播 而是这个整个公共媒体的各种多元服务 跟创新服务 比如说Podcast 比方说这个增加一些直播的服务 或者是像是这个OTT串流影音的服务等等 那所以真正的大修法 甚至连法规名称都会改变 可能不是只叫公共电视法 也不是公共广播电视法 而是公共媒体法 公共媒体法 包括因为媒体的形态不断在变化 对 所以只要是媒体 那当民众有任何资讯娱乐的需求 那公共媒体集团就应该要提供优质 而且具有公信力 具有独立性 能够增进我们的创意文化产业 跟我们的民主政治深化的 这种各类型的媒体服务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看到这个修法面临到很多难度 但是不容否认 其实有些部长其实是还蛮认真的 包括这一次李永德 他愿意把这个案子提出来 或是过去我们曾经接触过的 胜利军包括龙英台 他们事实上也在公共电视法上面 其实也很用心在去推动 可是为什么这十几年来 他都一直原地踏步不动不往前 他政策的增结是在哪 就是我们的文化部看起来也不是不用心 甚至也有更多的部长 是更积极在这部分推动 但是为什么推动公共电视 即使是那个小修法中的小修法 都是这么的困难 对我想这个是蓝绿政府的共业 就是说当蓝银执政的时候 执政党内部不要说在野党 执政党内部也不见得都支持修法 那同样轮到绿银执政的时候 法案都还没有送到立法院 可能就已经难产了 在行政院就没有往下走了 所以其实是很可惜 那因此这个事情不只是要在野党支持 也要执政党真正有这个公共媒体的这个愿景 能够愿意大公无私的来推动公共媒体的发展 我想公共电视有一个先天的这个 这个特性就是说 当他规模越大能力越强的时候 其实他就能够做好更多事 包括监督政府 监督政府 所以可能我们的政府还没有习惯 让媒体做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谨 跟透明度的这个监督 或者他们也不太愿意我给预算给你那么多 然后你回过来监督我 特别是他认为对 这个预算是他编的 然后这个法是他通过的 但是在他执政的时候 这个公共媒体集团 公广集团会回头来监督他 他可能还不习惯这件事情 不过我认为 民主深化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进程呢 大家必须要去充分的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特别是在野党 必须要坚定的去支持公共媒体 因为在野党的监督力度 明显不够 那如果有一个好的公共媒体的话 他就能够让在野党跟整个全社会 对于执政党的监督能够能够做到更好 那执政党其实他也要把公共电视 看作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监督力量 因为他作为一个良善跟负责任的媒体 他也不会是一个恶意的公结 那事实上现在的商业媒体 可能就会有政党偏向 那甚至他会恶意的公结你 或者是协助传播不实的讯息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 反而有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性 然后受到社会信任 在野党也会支持跟肯定的一个媒体 其实是国家之福 他既不是执政党的 也不是在野党的 他是这个台湾的公共资产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施政表现不好的时候 后来会受到批评跟监督跟检视 但施政好的时候 其实民众也可以看到 他的施政表现 也就是公共媒体 也能够去反映 这个国家进步的一面 这个国家良善的一面 也就是好的坏的 他都会去报道 都会去呈现 那比较担心的是说 如果他的能力不足 公共媒体的能力不足 或独立性不够 或者资源不足的情况底下 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好这些事情 反而会让这个 这个社会缺乏一个真正主流 而且具有公信力的媒体 那么会造成朝野的猜忌 对立撕裂不信任 是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之下 其实是拖垮了这个国家的进步 而且不管对执政团队 可能会不公平 然后也可能对于在野党的监督 没有办法被适当的放大 当在野党能够很认真去监督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公共媒体 事实上这些严肃的公共议题 可能商业媒体未必会重视 所以在野党的监督力量也没有办法发挥 我们常说媒体跟政治是有非常绵密的关系 当然要谈的是所谓的媒体要去监督政治 或者是要去传达这个社会里面 多元政治的声音 那从某个角度来讲 一个国家的媒体政策 也是在检视这个国家 够不够民主化或是民主化程度的指标 那不管这个民主化 包括是这个政府执政党或者在野党 都可以看到他们表现 在这个公共广播媒体上面的建构的投入 以及他的增程 以及他愿不愿意投入资源 来做一个中立性的或者是独立性的媒体 能够回过头来监督政治部门 这其实是对他们的一个很大的考验 也是在检视他们是不是真正民主化政党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如果他们还是在思考说 这个公共电视是我出钱 就应该要听我的话 那这个政党 这个不管是在野党或国长 实际上都是一个废卡 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化政党 应该要有的表现 今天非常谢谢罗颂宏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 那当然要关注的不是只有这个节目 而是全民都可以 或是也一起来关注公共媒体的修法 谢谢颂宏老师 也谢谢各位观众的听众的收看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观众老师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